我們今次講到如何講陰典和律法的說話 和溝通 我們都會練習如何講陰典的說話 如何講陰法的說話 講得任何的 我們之前學過的都繼續 build up 即是說我們講到那五樣東西 知覺論 我希望大家記得 有些人就說 我不想用腦子 我想記東西 我想告訴大家 你想腦子不要退化 你就快點用 你想腦子不要退化 因為人的腦子是適而不斷的運用 但不是擔心 有些人就很擔心 很緊張 那種就不是有益的 但你一直用腦子是輕鬆的 去處理不同的問題 學習不同的東西 應用不同的東西 你的腦子就會開很多的線路 因為我有空我都會看看一些網上的教導 因為我們作為侍奉人員 我又不是只學聖經 我都會學不同的東西 我最近看了一些關於腦子 關於腦子的東西是很有幫助的 其中講到嬰兒的腦子的神經線是最多的 然後越大會變少了 你覺得什麼會變少了呢 原因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神經線是可以各方面都學習的 但當人開始集中一些東西 譬如彈琴 他在彈琴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音樂感 他都在腦子裡有一些線路 有一些神經的線路搭了 在音樂方面的線路搭得很豐富 這個人又學聖經 他在聖經的應用也有很多線路 他有學輔導路 他在腦子裡有很多輔導的線路 但腦子始終可以學的地方是很多的 但他沒有用的 那些就會退化了 因為腦子就需要集中在我們需要學的東西 所以人就會在我們懂得的東西上 那個腦子就會發展多些 這個東西對我們有什麼認識呢 就是原來我們如果學多些東西 不同的東西 譬如打球 那你就會學另外一些 練習一些不同的線路 運動方面的 學一下怎樣放鬆自己 放鬆自己都是 因為聖經講到 將一切重大交給神 都是聖經教我們放鬆自己的 去念聖經金句 那你的人整體上 就會那個思想模式更加豐富 就是越是各方面 栽培你的腦子的發展越豐富 但是有些人就怎樣 到了上一年多 只是什麼呢 煮飯 洗衣 買菜 照顧子 就是腦子裡只會吃這些東西 其他全部都不懂 第二天你叫他學什麼 是很難學的 因為他的線路已經沒有 要從頭開始學是很難的 但是如果一個人 他一直思想 好像我已經67歲 但是我一樣可以學到新的 一樣可以感受到 譬如音樂 我是感受的 我感覺都會因為我彈出來的 這個都是可以自由去學習 學普通話或者學其他東西 都可以求助幫助我們 每一個人的腦子不要生了瘦 生了瘦就很難 其實人一直都有學習的能力 不過因為他不習慣 所以他會懶學 但是如果你習慣學 其實你就算到了最老的時候 都一樣可以學習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而且你學了之後 你將來可以用來試奉 即是各方面試奉 而我發覺很多東西都是很有幫助的 今次講到這個陰典的說話 和律法的說話 我可以說是以學難精 以學難精就是基本上 一個普通的任何一個基督徒 都可以學到這個東西 可以一課就學到 不過用得出來是另一回事 而用得熟練是另一回事 我先簡單介紹 大家不用看了一張紙 如果你看的時候我告訴大家 因為這個說話就是講到 神有因這個說話和律法上 人都可以有的 這個是我應用的 沒有別人這樣用的 我這樣應用的 聖經有因緣和律法說話 這是很多人知道的教導 就是說 因緣和律法說話 就是神祝福我們 神幫我們 神無條件的 任何對我們好的地方 都是因緣的說話 神愛我們 關心我們 律法說話 我們要孝敬父母 要盡心愛神 愛人如己 傳風陰 這些是律法的說話 在人來說 仍有的 因緣說話 一定肯定是容易入耳的 和令人舒服的 也都是我們應該多說的 不像一說就要做什麼 一說就要處理生命 要處理這樣很辛苦 人當然有很多令人開心的地方 我們都是的 日常生活 不要經常關節 我要師父 我要師父 不是經常做事 我們是先享受生命的 先有力 如果一個人從早到晚都說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很辛苦的 但如果一個人經常說 我被愛的 我是神愛我的 神體重愛 那人就舒服輕鬆 輕鬆 那生命才流露出來 是不理善的 因為如果緊張 就會 人就會很大壓力 例如我們打球 其實很多人打球的人 都是很輕鬆的 因為很多人上了年紀 都是玩的 但他們打得好 都會有進步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 那時候我曾經試過 有一個人打球 我坐在旁邊看 就是在排隊 他打球球打得不好 他把我爬的聲音打到地上 然後那個爬就爛了 然後我旁邊的人就說笑 他說他是某些製造球棒公司的試練人員 即是試拍的人員 一不開心就找個部分來試 每一節試就做 即是他講英文 He is the official tester of the records 這個憂鬱這樣說 他有一種很保證的方法 打球有人很開心 但有人很保證 因為球球打得不好 他就很保證 同樣我們生命也是 如果我們的心平穩安靜 自然就會多些恩典的說話 但有些人說 人這麼好 怎麼安靜 怎麼舒服呢 看人未必得到 所以是需要從神那裏得到 神那裏得到 平安、輕散、舒服 有人輕鬆了 然後才能有這種生命 但是我們首先 熟悉聖經的話語 熟悉神的聖情 我們裏面就會有輕鬆 你看我講到 我經常講到 神很愛我們 神很愛我們 神陪著我們 我們做甚麼為神做 神是正的 神都會歡喜 那心就輕鬆了 人就會正面了 但如果經常都說 整個律法都是有問題的 雖然我們應該遵循律法 經常說 我要快點傳呼 我要幫多些人 我要救多些人 經常都是做 由早到晚都是做 是會累的 所以我們一定是親近神得力 那跟人說甚麼是恩典的說話 譬如說 我關心你 你很寶貴的 你很重要的 我開心見到你的改變 我願意扶持你 幫助你 這些都是恩典的說話 這個我想有人都喜歡聽的 但事實上 那些人相處得多 就少說了 相處得多 譬如說 家人 多數都不說這些 他們說 可以了 大家深知了 但其實人是需要的 但有些家庭是真的說的 我也都看到有些家庭的關係 兩種家庭 你坐車都會看到 因為我喜歡觀察人 在坐車或者在茶樓 我看到有些地方 那些小朋友 很喜歡黏著我父母 但我也看到有些小朋友坐在那裡 就是玩遊戲 就沒有話說 一邊吃飯 各有各吃 吃飯的時候 就放下手機 接著吃飯後 又放下手機 它是沒有什麼關係 那個恩典是不多 就是那個關係上 但是有些 經常都會關心 這個就是 建立了那個關係 建立了關係 自然的人比較舒服 所以如果你說 我家裡的關係 都不是那麼多恩典 那我們就問神 我們怎麼可以多些恩典 下去呢 那你說 那家人不是那麼合作的 那我們就是 基督徒 我們就是發光 為主發光 我們在這個世上 是做炎做光 於是我們就嘗試 把恩典帶進去 祝福這個家 這是恩典的說話 那這個法律的說話 我們都需要說的 就是要洗碗 要做事 要做得乾淨一點 都要說的 但是怎樣說法呢 就是那個 這個藝術 和怎樣不得罪人 為什麼說這些說話 一定要不要得罪人呢 有些事情都說 你整天都不洗碗 整天都洗碗不乾淨 你沒用了 你想想 你這樣跟別人說 或者你聽別人這樣說 聽得多會有什麼後果呢 自然的人就傷心 不開心 痛苦了 為什麼這麼多家庭有問題 其實就是這件事 不知道需要說恩典的說話 和說律法的說話 是可以放鬆 可以幼和的 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這件事 我這次說了之後 如果大家運用到 你以後的溝通是完全不同的 你以後的溝通 你跟別人溝通是完全不同的 你跟我相處 你會發覺 我不會說 你這麼慢 怎麼搞錯 你快點吧 快點吧 都沒有做的 你發覺我不會跟你這樣說話 為什麼呢 我已經很知覺到 我這樣說話 是一定令人不舒服 是沒有好的結果 所以我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但是有些人 一看到 你家人做什麼 沒有了 有時候沒有出聲 表情已經令人不舒服 有沒有家人有時候令你不舒服 他沒有說話 但是他的表情很狠 已經令到你心裡不舒服 立即有種不舒服的感覺 這就是原來人 原來用律法的說話 就有這個後果 這裏就有幾類的 就是有探討 我們一起讀 第二行 那裏有律法的說話 包括什麼都一起讀 探討 引導 指導 吩咐 指責 定罪 好了 而每一種都有柔和和強硬的方式 探討和引導 其實是不同的 不過我都將它們放在一起 探討的意思是什麼呢 英文是explore 就是我不知道是怎樣 我想知道是怎樣 我想找出一個方法 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去探討 探討 explore 然後引導是怎樣 我知道 不過我想引你去那裏 我就不是去叫你做什麼 譬如有時候我跟人聊天 我都會說 你覺得 你現在這個情況 會不會令你很大的壓力 令你有什麼感覺 你想不想改變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 這個就是引導 其實我有方法 不過我特意不告訴他 為什麼呢 第二個方法就是指導 或者教導 指導和教導是需要的 不過 盡量少用 如果你有朋友 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每一次見到你就說 你多些祈禱 多些以靠神 多些看聖經 每一次見到你就 你教孩子 你不要那麼猛 多些祈禱 多些幫助人 每次見到你都是說這些 你有什麼感覺 你說他好像一個老師 醒眼惹躲在旁邊 為什麼有些人不喜歡父母 因為父母經常都說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他說的是對的 不過經常都叫你做什麼 是會有驗法的 但是引導和探討 當然我們都不能經常做 是有時候可以做 是令到個人去思想怎麼做 譬如好像簡單 他兒子不聽話 探討就是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兒子我怎麼辦 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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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探討 那引導是怎樣 你覺得兒子問題在哪裡 自己也知道 你覺得兒子問題在哪裡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幫到他 我們怎麼說話 他會比較容易接力 這個就是引導 我知道 所以某程度是相似的 探討就是 未知大家去找 引導就是 我知道 不過我引導他 引導和探討 為什麼教導更加好呢 因為人想 自己想到他 他會比較歡喜 譬如說 你覺得 怎樣你會開心一點 他會想想想 對呀 我也不要想到 那些人說的 你覺得那個人 改不改變呀 不會改 那你覺得 他講的說話 你可以怎樣處理呢 他說 他會想一想 然後 那我不如不要這麼認真 聽他講的說話 他講的說話 他說你又笨又好用 一樣都不好 那你 當他開始 他醒覺到 不如我都不要這麼介意 那時候他想到 他講得出來 是不是他會學得快一點 就是他會記得一點 這個就是引導的好處 但是教導 有時候 人未必記得過 你有沒有試過 有人在旁邊教 教你 教了一大輪 教完之後 你就知道他講了什麼 有沒有試過有人告訴你 洗碗 怎麼洗 你在這裡說 怎麼洗 或者怎麼煮 他都說了 你完全不記得他講什麼 知道他教你 有沒有試過你的經歷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我們 我們的耳朵 我們的腦 是一個開關鍵 那東西不適合 我們就會關掉它 我們就不會聽 自己都不知覺 那時候我聽過 有個人說 他跟他媽媽 坐電車 電車很慢 不知道他由中環 到上環 不知道 不知道 還要遠一點 可能有三間彎 那裡 很遠 他說他媽媽都沒有跟他講話 他完全聽不到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件事在煩 他媽媽在那裡 有件事在煩 他就在想 那件事在煩 怎麼辦 怎麼解決呢 他一直在想 但他媽媽一直在旁邊 一直在說 他完全一句都聽不到 原來人是可以這樣 你有沒有發生這些事 因為不喜歡聽 不適合聽 是不是 那他引導 他就不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你問他 你說你覺得 兒子不聽話怎麼辦呢 我們不開心 我們可以怎麼處理 那他一定要回答你 是不是 他不回答你 你就說 媽媽 你想一想 為什麼可以怎麼處理 這個方法就比較 就是 引起人注意 而且會令到他思考 令到他沒有衝擊性 好像攻擊性 右邊的強硬 一樣可以有攻擊性 怎樣攻擊性呢 用一下你的腦 你整天都不用腦 你都想不到事情 想一下怎麼做 一樣是探討 叫他想一下 不過那個感覺是怎樣 不舒服的 其實分別在這裡 基本上就是沒有尊重他 踩他 基本上就是 所有的負面 基本上就是控訴 和不體重這個人 大牧師 如果他問他怎樣處理 那時候 他有回答一些負面的方法 處理 那怎麼引導回答對的正確呢 就是假設他 你問他怎麼處理 但他又回答一些負面的解決方法 那怎麼引導回答對的正確呢 你可以問他 你覺得這個方法好嗎 當你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你會怎樣 你會不會受影響 其實探討是可以 無限量地探討的 我試一下示範一下 你有些不開心 你覺得 令到你個人覺得怎樣 這樣 這樣就不舒服 你喜歡這樣 你喜歡這樣 長期這樣 會有什麼影響 他就說 會抑鬱 會病 會不開心 那你想想處理 那你可以怎樣處理 他又可能講這些方法 你覺得有沒有效 你這樣做法 可能有些人這樣說 他說 不理他 不要理他 我們說 你不理他的時候 又行不行呢 你家人每天都不理他 有什麼後果 就是 逐句逐句 一路和他探討 好了 他說 說的方法好 那你覺得做不做到呢 你覺得 這件事行不通呢 你覺得會不會幫到呢 即是由頭到尾 都可以一路探討到尾 你覺得 你可以這個星期試一下這樣做 你會不會對關係有幫助呢 為什麽用這個方法 有好處呢 那好處在哪裏呢 讓他想 還有從頭到尾 確定他能做到 即是肯定他能做到 就不是 好像 我告訴他 有時候說完 未必做過 例如說 你回去祈禱吧 祈禱吧 拜拜 那是不是回去祈禱呢 看別人而已 有些乖的就是祈禱 有些未必會祈禱 那 問了是否一定會祈禱呢 也不是一定的 你下星期試祈禱好嗎 你想一天祈禱多少次 這個就是 叫做什麽呢 可以數得的行動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麽 就是 量化 可以量化 可以量化 即是說 你想一天祈禱多少次 你怎樣祈禱的方式 你幫自己去到 去到什麽位 就是盡量等他有一個指定的方式 祈禱 就不只是說 你回去祈禱吧 量化 就是說 你會不會想一天 第一次祈禱 試試乘車去祈禱 洗碗祈禱 起碼記得 洗碗搭車 擦牙那時祈禱 洗澡那時祈禱 洗澡那時祈禱 煮飯那時祈禱 就是 這樣會變成有一個量化 可以數得 或者有時說 祈禱五次好嗎 這樣 他說 真的做 你可以試試數一下 看看能否做到 這個就是量化他的行動 這樣人會更記得 OK 好了 下一個就是指導 或者教導 這個都需要用 譬如說 他不知道怎樣做 但我們可以將上面和下面合併 即是說 都可以用引導方式去教導 你覺得 跟兒子聊天怎樣可以呢 有時我們可以告訴他 譬如說 你猜的兒子會不會很喜歡聽我們說話 如果他不喜歡聽我們 怎樣跟他溝通 怎樣引起他的興趣 有時他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告訴他 可能由他喜歡的入手 可能他有興趣的入手 可能他有興趣的入手 他會聽我們說 需要教導 譬如我太太給我很多教導 但他用的方法就是 他用他的角度 他喜歡什麼 這是一個好的方法 他說 他很喜歡我 譬如我約他今晚去拍拖 他很喜歡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教導 就是一個告訴我 就是原來 我跟他一起拍拖 他會很開心 他會繼續告訴我 很開心 他會問我 你知道我今天為什麼很開心呢 就是因為我會回答他 我知道 因為我約了他今晚去拍拖 他也會告訴我 有時他說 為什麼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 因為有時我在做一些很專心 他就問我一個問題 我又沒有回答他 我就打算我把這個回答你 但是他說 你可不可以趕時了 告訴我 因為我有這樣的意念 我要解決到 譬如他問我ABC 那我要想一下ABC是哪一個人 我才回答他 但是他就說 你不用這樣 你就說 我遲些才回答你 這個也是教導 不過這個教導 不是攻擊性的 但是很多人 這個基本的方法都不明白 其實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和人溝通的方法 好 這樣指導如果強硬的 就怎麼樣呢 快點關手機 跟兄弟繼續在路 聽手機 經常在路 回覆別人怎樣可以 這個就是 用一個強硬的方法 其實基本上就是 總之加上指控 踩低他 就變成負面 然後就反過來 就是吩咐 我們都需要吩咐人做事 可以說 選擇柔和普通的 就麻煩你幫我洗碗 幫我洗碗 多謝你幫我洗碗 我省了很多時間 我現在很忙 你可以幫我做這件事 有時都可以說 我和你一起做好嗎 我們兩個一起做 其實引導小孩子 一起做 其實是很好的 有很多 很多父母 那些子女 不做事 但有些小孩子 是小時候開始做事 比較喜歡做事 最小時候很好奇 他看到媽媽做什麼 他想做 但媽媽說 你還未認識 你不要做了 他可能就會慢慢不做 但如果小時候 就教他 你這樣洗碗 他可能洗得 你也不滿意 不過他認識了一點 他又覺得有趣 你做得很好 很乖 洗得很乾淨 欣賞他 那他便會 欣賞屬於恩典 欣賞他 你洗得很乾淨 那他便有興趣 為何有些小孩子 真的在家庭 從小到大 是很有責任感的 但有些 從小到大 父母都覺得 什麼都做不到 不要做 你做了 我更激氣 做來做也做不到 你不要做了 我做了 但結果 到大時 那個人 不單止是 他不肯做家務 他每天結婚 總之他其他事情 都不肯負責 這帶來很大的後果 所以我們用方法 你和我一起做 我感謝你和我一起做 我一起做 我一起做的時候很開心 大家跟我說 我們一起洗碗 都是拍拖 他經常說 你給我 他有時候很忙 你快點做你的事 不要洗碗 他又說 你給我和你一會 一起做 這是他用的方法 讓我知道 原來和你洗碗 都可以拍拖 這是一種教導 這是一個教導 很強的方法 快點洗碗 還不洗碗 在等什麼 有時候是需要指責 因為他真的做錯 但如果可以用引導 讓他知道 這次做錯 下次做什麼 那就比較好 因為最後面的指責 和定罪 最好是少用 因為用得多 人就會不平 如果不平 他會被你說慣 他開始會反抗 他會負面 他會反攻 他會裏面抗拒 但有時候 我們都需要給他知覺 你覺得這次做這件事 帶給你什麼後果 這是一個探討 不過探討裡面 是含有你做完這件事 有什麼後果 即是當你這次做這件事 有什麼後果 是讓他知道 這個指責 這件事是做錯了 而強硬的指責 我想大家聽慣了 不用再說了 定罪 即是只是做錯了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你探討也可以 你覺得這件事 你有沒有做錯了 你覺得這件事的後果是怎樣 影響力有多大 有些情況 我們都需要這樣 尤其他一直都不肯知錯 他又不肯改 而繼續這樣做的時候 他永遠都是這種方式 我們都需要讓他知道的後果 這幾件事是需要我們很熟悉的 待會我們就會分組 嘗試一下 好像我們一起商量討論這件事 但是比較難的 我很多時候做夫妻輔導會有用這件事 大家都可以學了放在記憶裏面 你回家 如果你和你丈夫或者家人 你可以操練這件事 譬如我婚姻輔導 很多時候會這樣 我會解釋這種恩典的說話 通常婚姻輔導我會問他們 你覺得你的婚姻前路是怎樣 你想不想你的婚姻更好 還有你對於你的配偶 有什麼欣賞的地方 如果可以最好欣賞一下他對你的地方 不只是 有些人說欣賞他很乾淨 他很有愛主 肯祈禱 但這與你無關 我會說有些是他本人的質素 有些是他對你怎樣 然後我才會說 有一個方法就是 溝通恩典和律法的說話 在你兩個人來 可以找一件事出來大家處理 兩個人談 你談的時候 就盡量記住用這方法 不要用律法 用柔和的律法 就是你需要提出最好用多些恩典 譬如說 我們處理兒子 或者兒女 或者曾經有發生過不開心的事 那你說回這件事的時候 譬如說 曾經試過有一次吵架 那我就說 你一說的時候 小心盡量不要指望 不要說那天你這樣說 所以我就很生氣 不是這樣說 而是說 那天我們說話的時候 我們都很不開心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 當日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怎麼解決這件事 如何處理下一次 不再發生 因為 因為我想做的是 他們將來在家裡都會做 那如果在家裡做的時候 他們說 你昨天罵我 那你為什麼罵我 那一開始這句 結果是怎樣的 就已經反面了 因為這個是指責 昨天你為什麼要罵我呢 質問他 對嗎 所以這個說話 一開始已經是有問題 但如果說 我們 譬如 我們一起討告 我們求主幫 我們的關係好一點 我們都想回 我們昨天好像有些不愉快 我們怎麼可以避免這件事發生呢 然後說的時候 盡量不是指控 盡量只是說到 當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有這個感覺 你覺得你說這句說話怎樣 就是用一個不指控的方法 有些人就會說 哇 很辛苦 我們從來講話都不是這樣的 從來講話 不用想 現在要想 那不用想的 後果就是 家庭破裂 家庭困難 你想改善就一定是這樣的 你見到我說話 我永遠都不會 譬如有些事奉人員 我們快點做事 不要趕著 快點 哎呀 不趕著 快點 我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 我越催逼他 他越大壓力 越大壓力 他越反感 他就越不喜歡事奉 我是想他們覺得事奉 是有果效 是重要的 是寶貴的 所以我不是想 奸身人的壓力 同樣的 同樣的 如果我們 每次講這些問題 有時候需要講這些問題 比如說 我們攝錄的時候有這個問題 我們下一次怎麼避免呢 我去探討 但我沒有指控性 我不是說 上次你拍的時候 為什麼拍不到我的頭 我不會這樣說 我這樣說 我不是覺得他做錯了 然後我怎樣去 大家探討 下一次怎樣 可以找出一個好的解決方法 而他不覺得被冒犯 也都我一定要加一些欣賞 謝謝你這麽多年 一路侍奉 忠心侍奉 真的對我們很大的幫助 是神的恩典 你是否對我 是很寶貴很重要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又討論了 同樣的家 你可以用這些方法 然後呢 在公司上班 公司 你不能像夫婦一樣 你不可以要求他怎樣對你 我們做的就是 我們對他怎樣去做 他不對我們不好的地方 我們只有 就要轉動 除非這個人已經好朋友了 我們就可以嘗試找一個方法溝通 但是有些人他已經習慣 他不是一個信主的人 是很難有心去改變他的溝通模式 就是他覺得 為什麽要這麽斯文這麽小心 我問一下其中兩個情況 就是譬如說 那個人答應了做某些事情 但他又沒有做 那你怎麽說他呢 第二個情況就是 有些人可能是無理的指控 那你又怎麽又不這樣對他呢 OK 第一種情況就是 你說叫他 答應了做 但就是沒有種 你很生氣 很生氣 當然想批他 那你怎麽又問他 OK 第一呢 問題是發生在哪裏呢 你剛才說了兩句說話 你說一說 能否留意到自己 在當時來講 就是很生氣 他沒有做到 那我也很生氣 那你覺得為什麽會生氣 你覺得為什麽會生氣 不會做到 就是答應了 沒錯 那他沒有做 那你就生氣 但是那個生氣又會有什麽後果 很生氣 很生氣 然後跟著呢 影響什麽呢 又用一些強硬方式去講 會影響什麽呢 影響那個關係 對 對 那他可能都不太想和你做 即是說原來其實 一件事處理得不好 即是由起初開始 猛 就已經跟著就爛了 一路爛下去 好了 那現在回到那裏 我們可以怎麽做呢 基本上有一個信念 是很多人相信的 是什麽呢 有問題就要猛 有問題就要說他 這就是很多人的信念 是不是 很多人相信 他有錯 當然要猛 他有錯 當然要說他 這是普通人的信念 好了 我們剛剛講的 是什麽方法呢 我們的信念是什麽呢 和耶穌說的說話 善人和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國 和他心裡所傳的國 就發出惡壞 我們第一是怎麽樣呢 這句是強硬 還是強硬 為什麽你答應不做 這句是強硬 還是柔和 我覺得柔和 這句是柔和 是呀 那你可能是柔和 為什麽你答應不做 你又不做 這不是我說的柔和 你說別人做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麽可以柔和 少少我跟他說 為什麽你不做 好嗎 但是呢 他變成笑 覺得很假的 好 其實呢 我們第一 就是自己內心 接受 做工僅有 不開心的事 僅有人答應不做 是嗎 做工僅有 即是接受這件事 接受的時候 不會太猛 就是 當然會的 一定會發生的 而我猛生 一定的後果是更加嚴重 這就是個信念 猛了一定的後果是更加嚴重 好了 我放鬆 首先發生這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要放鬆 先祈禱 先祈禱 輕鬆 又怎麽說呢 你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剛剛 我發覺那件事沒有做 沒有那個理字 沒有那個理字 那件事沒有做到 怎麽算呢 那怎麽算呢 沒有怪責 只是找個解決方法 沒有怪責 那便便會問 他未必會 即是你說 怎麽算呢 現在沒有做 那怎麽算呢 就不是問回 為什麽你答應了不做 就變成是 我只是想了解 有時可以這樣說 我想了解一下 發生什麽事 為什麽會這樣 有時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即是 做工一定有的情況 大家合作 有些困難 困難的時候 我們怎麽樣去 就是去了解 心裏面 盡量想著 我不是要定他的罪 我只是想下一次避現這個問題 我不是要 告訴我 為什麽 或是不用解釋給我 我只是想找出一個解決方法 OK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 如果沒有家人對我這樣說呢 這是另一回事 家人怎麽說 我們改變不了他 第一 他沒有耶穌 就算他有耶穌 他這樣說的時候 要家人回來 就算是全家人基督徒也好 家人說 為什麽你會洗碗 為什麽你會做這件事 問題就是 我們說 你信耶穌不應該這樣說 他便會生氣 就是基督徒不代表 我們不需要處理問題 問題就是 我家人每次都是這樣 是的 這個就是 我問你 你覺得他 你觀察他有多久都是這樣 100% OK 100% 你覺得他容易改 他不改 OK 他不容易改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改什麽呢 他既然他不會改 改變自己 就是說 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有些事說幫助我 我哪一筆句 擺人能擺我 我怎麽樣呢 就是 有些事情 是一定不如意的 這個世界上 一定有不如意 所以 就算有人 沒有做一件事 我們只能夠 盡量幫他 下一次 更大的可能性 去做到 都不能擔保他做到 你能擔保他做到嗎 他肯定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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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期望 先說到 如果他控訴我們 我們只能夠制裁 對不起 我有做錯的 請你原諒我 我盡量去做 如果他無告錯了 看情況 有些情況 我們都可以說 多謝你提醒 也有些情況 說 我做了 但又不發脾氣 如果他都在 我 聽到 聽到 多謝你 不要跟他 爭吵 我做了 為何你還說我 總之凡是一指控 後果一定是不好的 但你怎麼說 一個人 例如我媽媽 有時真的 啰嗦得太多 你怎麼告訴他 他真的很煩 我可以說 這些就是 人生的困難 所以我們接受 人是很難改的 所以 如果 信耶穌姐 上了天堂 最簡單 但神就想 我們在世上 有多些見證 去改變這些 很難改的人 去幫助他們 有一天會悔改 而我們的方法 只能夠 就是 我盡量不放在心上 就是 不要心懷不平 以致犯罪 在詩篇37天 我就說 他做錯了 我不放在心上 這是一個 高度的處理生命計劃 《輕鬆德聖》裡面 有說到其中一件事 就是 人做的事是他錯 他錯 我不一定要發怒 我發怒 我就受傷害 我靈魂受傷害 我的心靈又沒有開心 但我不放在心上 我就不介意 我就沒有受影響了 但是 人總有受影響 不過問題就是 受影響幾分鐘 幾個字 一或幾個鐘頭 一或幾十年 你受影響一陣 你賺幾層 神一定起源 有些鼓勵性的說話 我已經靠神 我不放在心上 神就很喜歡人家 神很喜歡 神很喜歡 就轉為神喜歡 就不轉為他不喜歡 這就是我們 能夠跟人相處的時候 就是能夠盡量 但我需要不需要跟他講 跟他講 你要決定這個人 是不是容易改 如果他幾十年都不改 都很大可能性 不改 問題就是 他講得太多的時候 令我反而不記得拿這個 不記得拿這個 反而不做了 你記不記得有另一回事 這就是我們自己要提我們 寫下 或者用什麼方法提自己 但這個人改不改變 這個世界上 可能大部分都不敢改 我們 跟人相處 問題就是 關系重要 還是那些事情做得 做完 重要 哪有重要 關系重要 如果關系重要 我們就說 有時候做不完 都不重要 有一句說話 我會鼓勵大家 有些人這樣看 這個人 事情是要什麼都做 他覺得這樣才是正常 但這世上 有很多人的事情都沒有做 不過他也是這樣生存下去 他們就不死 不過當然有些麻煩 不過他也是這樣生存下去 不是一定要像這個人做得到 其實這個人都會甩漏 有甩漏的人都會生存下去 當然這不是最好的方法 但這也是對我們一個安慰 就是有些人不跟我們的方式 不一定會甩漏的 譬如每個人做的事都不同 在辦公室的事都不同 他有他的方式 他做得不夠好 不要緊 他負責 他負責得你有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太緊張 他 即是說我不需要太緊張 這個我們暫時 我遲些再回答你 你那裡的問題 我回答了沒有? 我回答了 OK 基本上就是 我不給他影響 我心平穩安靜 而找一個最柔和的方法 去談的時候 這個是最大可能可以處理到關係 而能夠或者有一天幫到處理問題 問題是為什麼需要處理呢? 因為需要處理 譬如說 有些事在家裡經常做漏 在公司經常做漏 我們只能夠做 譬如他經常做漏 答應了不做 那有什麼方法呢? 那你介不介意 即是同事我們需要處理 我們可以跟他說 我們剛剛發生過這件事 不知怎麼辦呢? 他可能說對不起 但禮貌我就說對不起 有些可能發脾氣都還沒有 我們盡量都柔和和他談 然後我們在他 如果發過他的發脾氣 你就不要趕時處理 不要說 下一次怎麼辦呢? 又這樣怎麼辦? 就不要說這些了 就只是說 OK 我們現在一起做 一個方法就是我們一起做 即是盡量在心裡想 我有什麼方法處理這件事 而是最柔和的 我們一起做 先搞定這件事 由以後可能我們就知道 我們心裡不知道 可能跟他一起做事 可能有些方法提他 但看得太多又不行 看得太多他又會生氣 可能到時候提一提他 可以說多謝他 多謝你幫我做什麼 現在常用一句說 溫馨提示 麻煩你幫我做這件事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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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情況 可能他做的機會更多 而不是你說他上次忘記做 你說他上次忘記做 就差不多一個後果 一定是非常不好的 好的 OK 我這裏下面那裏都有說 一些另外的說話 就是分辨人的說話 其實人的說話 不單止這些 我們一起多讀一下 訴苦 投訴 發洩 詩問 吩咐分享 包括知覺聞 就是什麼 行動 感官 思想 意向感受 分辨人的說話 很重要 為什麽呢 有些人是訴苦 在那裏埋怨 訴苦 就是訴苦他自己的苦 投訴就是投訴我們 或者投訴某個人 投訴他的對象 訴苦就是訴苦他自己的情況 又發洩 有些人說話發洩 他一發洩 我們知道他正在發洩他的怒氣 那你就不要說話了 那一會兒就不要再和大家辯論 他有時是詩問 有時是吩咐 分享 分享是最健康的 而正面的分享 能夠說出來 分享他的內心世界 這是最健康的 我之前有說過 他的行動 分開行動都是重要的 你做些什麼 正要做什麼 將要做什麼 感官 眼耳口被看到的東西 聽到 聞到的東西 思想 他覺得這個世界是怎樣 他覺得聖經是怎樣 意向他想什麼 他感受 就是給了感覺 下面有寫著的 對下的行動有寫著的感覺 一起錄一錄 第一是glad 開心 第二 sad 憂愁 第三 憤怒 第四 afraid 第五 ashamed 羞愧 內疚 又hurt 受傷 這些就是人的感覺 通常人是很少分享 很開心 我有點煩 有些人說 煩都說了 你覺得煩的時候 你不是懷怨他 只是說 我現在有件事發生 當然這個你不會隨便說 是你一個熟悉的人 朋友 或者家人 你當時面對的困難 你告訴他 他知道你發生的事 也有時可以將他合併 這些說話 我們之前都有操練 比如說 我看到你就很開心 我看到你笑 我也很開心 我看到你每次見我也很開心 我真的覺得很欣慰 這就是將他合併 而回應人的說話 我們一起讀 這些可能我們都要再操練 不過我現在很快地說 回應人的說話 可以怎樣一起讀 重複對方說的 感受對方感受 引導 辯駁 教導 分析 否定 批評 轉換題 我不是說這些是對的 有對有錯的 人家說的 可以重複說的 比如說 我不開心 你有些不開心 就是重複說話 這會引起他更多 說他自己的事 對方感受 我知道你很辛苦 很不開心 引導 就是我們所說的 你覺得怎樣處理 怎樣解決這件事 辯駁 很多人都會辯駁 他說什麼 不是了 怎麼會這樣 教導就教他 這些辯駁教導 通常都不會太不喜歡 分析 看怎樣分析法 如果分析錯 他未必會喜歡 但有時候人是會分析的 否定 有些人不是說話 你跟他說什麼 他說不是 當然不是開始的 他會否定 批評 轉換話題 例如說 我有病 喝茶 一起喝茶 不要說 轉換話題 因為他不想說這件事 而我們溝通很重要 就是要尊重對方 基本上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尊重 一個是不尊重 而人物 一個是自己 一個人 這四種可能是什麼 我們看看 第一個就是 不看重自己 看重對方 即是說 你是王子公主 我是乞丐 這樣的人 你別以為他一定是很 很欣賞對方 有時候他會妒忌 總之不是健康的 第二就是 看重自己 不看重對方 我厲害了 你又沒有用的 然後不看重自己 和對方 我和你都是難來一平 沒有用的 然後最健康 就是看重自己 和對方 健康的婚姻 通常一定是兩個都 看重自己 看重對方 才會有健康的婚姻 如果他覺得 他自己重要 他不重要 你不重要 他會踩下 如果他覺得 你重要 他不重要 他會覺得 你做什麼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就是看重對方 有時候我們溝通的時候 都聽到 那些人 到底他是不是覺得自己沒有用 他一直在說 不要用了 做什麼都沒有用 他就不看重自己 不看重對方 就說你多餘 你什麼用 這些東西 說來說去 浪費口水 而溝通的方式和氣氛 都是我們留意的 其實是輕鬆的 日常生活的對話 然後指示或者指令對方 有輕和沉重的 就是輕的就是 麻煩你幫我做什麼 沉重的就是 快點洗碗 還不洗碗 那就討論 還有建立好溝通的好關係 有不同的溝通 大家留意一下 你和你周圍的人溝通的時候 是什麼氣氛 氣氛好 這是好的關係 如果氣氛不好 我們就問一下 為什麼氣氛不好 我們怎麼可以改善呢 而當氣氛不好 我們知道這個時候 不要討論一些重要的事 即是有些重要的事 大家會更加激氣 好了 我們現在大約知道 我們最主要操練 操練了這個 律法的說話 和恩典的說話 我們現在來說 只是假裝 就是假裝 分組 分組之後怎樣呢 就當是一家人 好了 有一個人想和對方討論 你現在要做當然容易一點 為什麼呢 現在是沒有情緒的包袱 回家有情緒的包袱 因為你氣對方 但是現在沒有情緒的包袱 不過起碼沒有情緒的包袱 你可以說到 如果沒有情緒的包袱 都不懂得說 即是困難 然後我們就處理一個情況 譬如說 一個遲到 另一個想和他說 怎樣的柔和方式 帶出這個問題 有方法就是 怎樣不去控訴 不可以控訴 而說這件事 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下次 我們怎樣 準時些 或者想 怎樣方法最 因為這句說話 都可以人家提起負面 即是說我不準時 但如果你想想 為何上次遲到 最強力指控 為何上次遲了 也是有指控 但是我們下一次 如何準時些 我們在時間觀念上 我們的看法 可以說我們討論時間的看法 於是有一個 就提出這件事 同一個說 其他就是觀察 觀察 這個就說回應 即是當你 假設製造一個環境 就是有一次遲到 然後你就跟他討論 我們下一次可以怎樣做法 但在這個情況 是比較簡單 因為 我們大家沒有情緒的包袱 但先試一下這個 然後我們再試一下溝通 其他 另外一個情況 因為我儘量想想 這些情況是普遍的 譬如說 一個情況就是 大家家人一起吃飯 或者吃飯 回來 你能否回家吃飯 可以打電話通知 這些家常的對話 怎樣 或者在教會裡 我們下一次聚會 如何準時 試一下溝通 我們回到三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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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